悔改真意 作者汤姆华森 第三章 真悔改的本质 问题二 这样 每个人对罪的忧愁该有多深呢 答 这忧愁必须与世上任何损失的忧愁同样深 人哭泣 眼睛必然红肿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 对罪的忧愁 必须超越事件的忧愁 得罪上帝的忧伤 必须甚于丧失亲人的忧伤 当那日 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 头上光秃身披麻衣 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二节 这是因为罪 至于安葬死人 上帝反而禁止哭嚎和秃头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节 十六章六节 表示人为罪忧伤 必超越坟前的忧伤 这道理很明显 因为埋葬死人 不过是一个朋友离开 犯了罪 是上帝离开了 为罪的忧伤如此深重 该吞灭所有其他忧伤 比如 胆识痛和痛风一同出现 胆识痛必然淹没痛风一样 我们为罪哀伤痛悔的程度 必须达到犯罪当时畅快的程度 昔日 大魏悔罪的深切 必然超越他与八十八的欢愉 悔罪的忧愁程度 该使我们甘愿放弃 那叫我们得力得欢乐的罪 人患病痊愈了 身体自然显得强壮有力 信徒毁罪的程度够强 足把爱罪的倾向铲除 五 从上帝来的忧愁 有时需要付上赔偿 凡亏负了人 在教育中诡诈不公 就该按良心向人赔偿 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律法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 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于所亏负的人 民书记五章七节 因此 萨该向人赔偿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 还有 土耳其伟人塞利莫斯垂死之时 皮洛士劝他把波斯商人骗取的财富 拿来做慈善用 他却说 该归还给原主 难道 基督徒的信仰 不该比土耳其商人的可兰经 更胜一筹吗 一个垂死的人 若把灵魂交还给上帝 却不把非法所得的财物 归还给朋友 这绝不恰当 我想 上帝一定不会接纳他的灵魂 奥古斯丁说 不赔偿则没有赦免 老拉蒂莫也说 你若不偿还不法获取之物 你在地狱必咳嗽 问题一 人若讹诈了别人 后者却已去世怎么办 答 他要把不义之财 还给那人的子孙或继承人 若已都不生存了 那就该归给上帝 把不义之财归入上帝的仓库内 周继穷人 问题二 若那行不义的人死了怎么办 答 这样 那人的子孙要做赔偿 请留意 若有人继承了产业 又晓得一下产业给他的人 讹诈了他人 带着罪咎去世 那么继承或管理这产业的人 凭良心必须偿还 否则 神的咒诅必及这家 问题三 若人讹诈了别人 却无力偿还怎么办 答 他要在上帝面前忠心自卑 答应那被亏负的对方 若上帝使他有能力 他必定要全偿还为止 上帝必悦纳他这励志 六 从上帝来的忧愁是持久的 不是情感激动 撒几滴泪便算了结 有人听到会流泪哭泣 却只如四月春雨 一下子便没事了 又如血管伤破 不一会儿便凝结了 真正的忧愁必须经常不绝 信徒啊 你灵魂的恶迹经常侵扰 因此必须不住地以悔改来治疗 这种忧愁是按上帝的心意忧愁 应用 人若从来没有经历 从上帝而来的忧愁 他离悔改实在极其遥远 例如 一 罗马教徒 他们致悔改的精粹而不理 把悔改变为修行 包括禁食 赎罪卷 朝圣等等 这些是全没有属灵忧愁的成分 他们苦待己身 心灵却没有破碎 这是什么 不过是悔改的尸骸罢了 二 肉体的新教徒 基督徒 对从上帝而来的忧愁全然陌生 他们对于罪 根本无法认真的思想 也不想花费脑筋在这世上 一位16世纪的瑞士医生 帕拉塞尔苏斯说 有一种疯狂症 令病者狂舞而死 同样 罪人在欢乐之中过日子 抛开一切忧愁 跳舞进入审判里 有人活了一把年岁 却从来位在上帝的瓶子 滴下一滴眼泪 也完全不懂什么是心灵的破碎 若家产损失了 他们会哭泣 苦恼 绝望 但对于罪 心灵丝毫没有痛苦 忧愁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理性的忧愁 心灵对罪 有种不满的反应 宁愿选择任何苦行 也不承认有罪 其次 是敏锐的忧愁 从永流的眼泪表露出来 第一层面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有 但第二个层面 从眼里永流的忧愁 却不是人人都有了 可是 流泪的痛悔者最受撑扬 基督也认为 眼睛容易哀动哭泣的是美丽的 该受赞扬 事实上 罪应该使我们哭泣 我们通常因物质大受损失而哭 但犯罪是损失了上帝的喜悦 米加失去神像而哭泣 说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祀都带了去 我还有所剩的吗 事实记十八章二十四节 何况 我们的罪把真神带走 岂不更应该哭泣吗 有人问 悔改与忧愁是否要时常保持一样呢 不错 悔改必须时常在心里保持不灭 但有两个时间要用特别的形式 把悔改的心复苏 一 领受圣餐之前 这属灵的余夜节要与苦菜同吃 眼睛要重新因流泪而浮肿 忧伤的溪流永逸 悔改的心境 乃合乎圣理真意的心境 破碎的心灵与破碎的基督互相呼应 对罪越常受苦味 基督的甜蜜就越加甜美 雅各哭泣的时候 他找到了上帝 雅各便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 意思是说 我面对面见了上帝 创世纪32章30节 在守圣礼时 若想安舒地寻找基督 就该在这里流泪哭泣 基督对那些谦卑悔改的人说 正如对多玛说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约翰福音20章27节 这样那流血的伤痕便医治你 二 另一个悔改的特别时刻 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该是哭泣的日子 是往天堂去之前最后的工作 最香醇的眼泪该流带这一刻 这时要深切悔改 我们犯罪如此多 眼泪何等少 上帝的袋满满 瓶子却空空 约伯纪十四章十七节 这时该悔改 何以不及早悔改转回 何以心灵的堡垒 拒绝上帝如此长久 才在悔改中拆平 这时该悔改 何以没有更爱基督 何以没从他多汲取美德 何以没更荣耀他 垂死时的忧愁 是因生命充满空白和污点 一生的任务满批罪物 顺服不够全心 在上帝的路上残缺薄行 灵魂脱离身体之际 该从泪海中游渡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